大家好,我是屈然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岁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留下痕迹 眼睛尤其如此 我记得从小听主辈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也是我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随着岁月的流失 许多中老年的朋友都发现自己的窗户 逐渐昏暗 视野不再如过去那么清晰 中老年人的视力下降 是与肝和肾有关 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 肝的功能与视力有直接关系 而肾长肌 肌能化身水和滋养眼球 因此肾的健康也与视力保持关联 中老年人视力下降 多因肝肾不足 或者是血须、痰灼等因素造成 根据中医理论 中老年人视力下降 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进行调理 补肝、滋养肝血 促进肝的功能更加旺盛 这样可以帮助维持和提高视力 下面这些食材可以补肾、滋养、圣经 帮助提高眼睛的亮度和清晰度 第一种枸材 小时候祖母经常泡的那一杯枸材 红燃燃的枸材 在热水中飘舞 温暖了整个冬季 枸材也被誉为中环第一草 是补肝明目的佳品 它富含多种对眼睛有益的营养素 可以增强肝的功能 滋养圣经 帮助我们的眼睛保持光亮 建议每隔一天泡一次枸杞茶 或者炖鸡汤里面加入一些 让营养渗透每一滴汤里 第二伤肾 伤肾中的花青素类物质 可以保护眼睛 防止眼睛受到紫外线和蓝光的伤害 预防眼病和老年性 黄斑变性 伤肾中的花青素类物质 还能够清除血液中的自由基 减少血管的炎症反应和损伤 可以降低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 伤肾中的内黄酮 还可以保护肝脏 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护 降低肝脏受到化学物质和药物的损害 第三红枣 满素的红通通都是我们小孩子的天然零食 红枣不仅可以补血氧气 对于眼睛而言 它更是一个护寒者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 抵抗各种外部刺激 保持清晰的视野 而且红枣当中所含的果糖 葡萄糖 蔗糖 以及胡萝卜素等成分特别丰富 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健脾 养胃 宁心 安神 滋补气血等一系列功效 红枣可以改善贫血 因为人体当中缺乏铁元素的话 就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大量降低 从而出现非常明显的贫血症状 对于这一类人群来说 可以每天用红枣煲汤或者煮粥食用 因为红枣当中所含的铁元素也非常丰富 适当吃一些红枣还可以增加体内铁元素的含量 达到治疗缺铁性贫血的效果 对于因为贫血导致的头晕 心慌 以及面色尾黄 皮肤粗糙的现象 也有着非常好的改善效果 红枣还可以延缓衰老 红枣当中含有的各类维生素非常多 比如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以及维生素P 这一些维生素既能够起到增强血管弹性 以及提升血液循环的作用 还有着抗氧化、养血安神等一系列功效 而且每天适当吃一些红枣 还可以促进人的睡眠 能够增强细胞代谢速度 达到延缓衰老的效果 红枣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环磷酸泉肝 这种成分是人体能量代谢的一种必需物质 能够快速消除人体的疲劳 另外 这种成分还可以扩张血管 并且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 对于改善心肌缺血现象 以及预防一些心血管疾病 都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将红枣放入 在早餐的燕麦粥里 或者桂圆枸杞一同泡水 既好喝又有益 第四 蓝莓 蓝莓被称为江国之王 近年来为我国人们所广泛认知和偏爱 它是一种高营养 低热量的水果 蓝莓还含有一种叫做花青树的物质 花青树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 可以增强眼睛的视力 预防眼部疾病 同时蓝莓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C 有助于维护眼部的健康 蓝莓的主要功效还可以改善和提升大脑的认知水平 其中它的抗氧化物质含量很高 这类物质能够去除身体内的自由基减缓衰老 保护神经细胞 有助于提高脑力和记忆力 特别是对于一些患有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人来说 多吃蓝莓还可以起到降压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对于女性朋友而言 蓝莓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节经济和缓解痛经 第五种 胡萝卜 胡萝卜都是大家心目中的健康食材 特别是对于每天频繁看手机和电脑的上班族学生等 它可是保护眼睛健康的胃室 胡萝卜的关键营养 那必须是β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的β胡萝卜素含量为 100克含有2653微克 比绿叶韭菜要高 是韭菜的1.4倍 更是大白菜的631倍 而新疆的胡萝卜β胡萝卜素 100克高达5739微克 这种成分可以在体内转换为维生素A 也被称为维生素A元 对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有益 维生素A在保护视力方面尤为重要 是构成 视觉细胞细胞内感官物质的成分 必须得保证它的摄入充足才能维持 视子红质的合成和整个暗视觉过程 缺乏会导致叶盲症 严重者可致眼干燥症甚至失明 目前我国维生素A缺乏比较低 但也能要注意补充 另外胡萝卜中也含有 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两者是人类角膜中黄斑色素的重要成分 能够保护视网膜 免受蓝光损伤 提高视觉灵敏度 平时多吃这几种食物 对我们的眼睛视力有非常好的帮助和维护 平时热肠我们也要维护好视力 除了注意眼睛的休息 更是不能忽视内部的滋养 这些简单的食材可能早住在你的厨房里 只是你没有发现它们的价值 每隔一天尝试吃一次 相信不久你会发现自己的窗户越来越亮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